大年初四要怎麼樣 接迎財神 通常我們都是在 前幾天 十二過二十四 二十四號已經送神了 送到天庭去了 那送去總是要接 我們說的就是接家神 那還有就是接財神 還有是接造神 所以說就是我們準備的祭品 就是生禮 當然生禮還是一樣 就是拜活教的神的話 你就準備生禮 如果不是的話 你接的是觀世音菩薩的話 你就準備一些水果 水果 甜料這些東西 再來記得你要接財神下來 一定要點紅蠟燭 那紅燭就是紅光 紅光芒面就是當然有那個氣息 會有火 有好的那個氣息存在 再來就是要混檀香 檀香就是要把這個地方 把它更乾淨一點 我們講的就是蒸 對 把它淨乾淨 清淨一下 清淨你的這個 我們本來的神壇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如果說有拜神明 就是那個神桌上面 就是要來淨一淨 這樣子讓 因為你就是等於是幫祂準備 都已經擦好 擦很乾淨 但是祂回來的話 我們還是要讓祂 有一種那個香迎接的感覺 所以一定要點燭 點紅燭 就是要用那個檀香 去淨這個地方讓祂做 再來我們如果說金子的話 準備壽金 液金還有夾碼 因為壽金 液金這些都是 只有三色金 就是 掛金 對 掛金 授金 授金 掛金 授金 掛金 對 掛賣 那因為為什麼要準備夾碼呢 就是要讓祂坐賣回來 讓祂比較輕鬆一點 那通常我們就是知道 12月24號送神 上行要早 早一點送 所以說通常就是會 早上就是五六點就開始送神 但是記得接神 你就不要那麼早就把祂 去叨擾祂 就叫祂那麼早就回來工作 而意思就是說 你到下午的時候再接神 所以說上行上 接神要晚一點點 因為神也很辛苦 對 不要那麼早 祂要回天庭休假 你幫祂買高鐵票 祂很急 幫祂買早上第一班 對不對 祂想回家 對 收假的時候幫祂買晚一點 不要太早接祂 對 不然祂會不會鬆 對 所以一定要這樣子 再來就是那一天 最好就是家中的那個燈火 一定要明亮一點 一定要就是 所有的燈都把它打開 因為最好今天也最好不要出門 因為今天相傳就是說 趙王爺在點名 那如果說這一天 如果說你人不在的話 趙王爺一回來 看到你不在的話 同行你這一年的話 常常會跟 我們講跟錢財會措身而過 所以說你最好那一天是在家 那有的人說 我家裡就沒有拜神 那我接什麼神 好 那就不接神沒關係 你可以到廟裡面去接神 所以說就可以到廟裡去接神 我們如果在外地 今年可能大家島內旅遊對不對 我可能不在台北的家 不在園珠來的地方 可能我們回娘家 出事我也可以去廟裡接財神 對 接財神 不在家裡接 對 那如果說 因為這一天也有接照神 那如果說我就沒有 師爐 我就沒照 我就沒有 那我怎麼去接照神 一樣也是可以到廟裡面去 因為那你就可以 那一天就到廟裡面 去接下神明就好了 接財神 接照神 接家裡的 我們講家裡的神明 是 家神 家神 對 很重要 對 謝謝老師